大家好,我是轩妈 YouTube 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 或许你们都没有关注过这一类问题 全球每年因血压升高 而诱发血酸、心梗、脑梗的人越来越多了 其中我国就是排名榜第三名 这一类疾病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听一位医生朋友说 其实高血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伴随而来的并发症 而这一切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去避免的 比如控制住血压 不要让它飙升 在这里就建议家里有高血压的朋友 要记住定期测量血压 注意合理作息 脑溢结合 再加上合理的饮食 才能侧面帮助改善血压 而说起降血压的食物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心情 它一度成为养生村的宠儿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更好的降压王 隔山畅午喝一次 可以力尿消肿 血压一天比一天稳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玉米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吃起来很甜 很多人都喜欢吃 将玉米外皮剥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黄色的玉米仁 而玉米仁的外面一般还会有一些玉米须 很多人吃玉米都会将玉米须丢掉 其实玉米须的作用也不一般 吃玉米须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 玉米须的功效与作用一 降血压 吃玉米须的好处之一 就是可以帮助降低血压 很多高血压人群最为烦恼的就是血压过高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控制血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不过如果我们经常用玉米须泡水喝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轻轻松松就能够让身体健康起来 第二,利胆 据研究表明 玉米须致剂对胆子排泄有促进的作用 可以大大降低胆子的粘度 让胆色素的含量得到降低 可以用来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管炎 同时,玉米须还具有止血的功效 可以使血液里面的凝血美元的含量增多 让血小板的数量增多 可以用作止血药 第三,可以利尿 玉米须具有利尿的作用 经实验证明 玉米须提取物对加出有利尿的作用 可以使用滤坏物的排出量增大 所以经常用玉米须煮水 可以利尿帮助快速排出氯化物和其他的毒素 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 多吃玉米须 还可以加大尿液的排出 可以帮助排毒 第四,还可以降火 玉米须当中 其实含有很多营养成分 可以帮助降火 对于容易上火的人来说 经常用玉米须煮水喝 可以帮助降火 还可以缓解刺疮带来的疼痛 如果是易上火的体质 经常除了要注意饮食之外 最好还要多吃玉米须 这样可以拜火 让身体更加健康 准备一点玉米须洗干净 放入盘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四辆的金鱼花 现在是春天四月份 然后山上到处都是野生的金鱼花 这个时候可以上山多采摘一些 回来晒干来备用 新鲜的金鱼花泡水出来更好喝 它的香味更加浓郁 准备一点点自己采摘回来的新鲜金鱼花 然后清洗干净 金鱼花的功效一 可以抗菌以及抗病毒 既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龙血性烈球菌 立即伤寒脑膜炎酸球菌 肺炎酸球菌 绿农以及流感病毒等 都有明显抑制的作用 第二 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金鱼花能促进淋巴细胞准化 增强白细胞的吞色功能 第三 抗炎解热 金鱼花能促进身上线皮质激素的释放 对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第四 可以美容养颜 金鱼花能够滋养肌肤 淡化色斑 可以使皮肤变得白嫩细化 但是金鱼花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饮用 不管脾胃虚寒的人群 经常腹泻的人群 手脚冰凉的人 但是在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脾胃虚寒的人 第五 还可以降血脂 降血压 金鱼花中的有效成分 能和胆固醇相融合 减少肠内的胆固醇吸收 从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将其泡茶后也可以帮助人体及时的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 增加血管的血流量 预防清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第六 还可以预防感冒 女人在平时生活中多喝一些金鱼花还能预防感冒 特别是流感的高发季节中 喝金鱼花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病毒能力 病能抑制流感病毒的活性 可以防止流感病毒对人体细胞产生的伤害 它对人类经常出现的流感有特别明显的预防作用 金鱼花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玉米墟那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山楂 山楂的功效与作用一 可以降低血压 据实验表明 山楂可以使心肌的收缩力增强 这样就可以让心脏的排血量增加 将山楂的提取物注入体内 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降压作用 主要是因为山楂可以将外周血管扩张起来 除此之外 山楂还可以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老年人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山楂来保健 第二可以美容养颜 山楂的颜色是非常显眼的亮红色 看起来很喜气 山楂里面的维生素C含量非常丰富 可以延缓衰老 还能够美容养颜 经常吃山楂 还可以起到补充维生素C 可以让皮肤更加紧致细腻 除此之外 山楂还可以将体内的脂肪消除掉 具有减脂瘦身的功效 第三还可以促进消化 山楂里面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比如山楂酸 苹果酸 柠檬酸 吃山楂可以使胃液的酸度增加 这样就能让胃蛋白酶的活性得到提高 还能对胃黏膜起到刺激的作用 可以增加胃液的分泌 起到促进消化的功效 把清洗干净的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大约10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10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1 煮好的玉米须浸银花山楂水 我们可以倒出来杯子里 趁热的时候慢慢饮用 这一款酱压水我们隔山畅午喝上一次 可以力量消肿 血压一天比一天稳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